最近有一个叫小眼看世界的网友 他给我提了个问题 就是他在去年的四月份 发现右下飞有个六毫米的磨玻璃节节 到八月份复查了一下 没变化 然后今年的六月份又一复查 大小没变化 医生告诉他密度有点点变化 所以建议他再过半年再复查 如果明显变化就做手术 他在问我是不是要多看几家医院 在这个地方我告诉他 就是不用再多看 再等半年 因为六毫米的磨玻璃节节 没有太大的危险 几乎不会发生明显的快速生长 或者转移扩散 经过了观察 现在大小没有变化 虽然密度有点点变化 但是也要排除有没有误查 所以我觉得再过半年再看一次 可能更保险一些 那么什么时候要去做这个手术 或者是去处理这个节节呢 我们一直在坚持 不变不动 一变就动 什么叫不变不动 就是如果这个节节你在动态观察 三个月六个月半年一年 观察过程中 节节的大小和密度 不发生改变的话 我们就不处理 如果一旦发生它大小变化了 它长大了 或者大小没有变 但是密度变得更密了 在CT片上看得更白了 我们就要做手术 那么现在做手术 和等到它变化的时候 做手术 效果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不用担心 就等待观察 不变化 我们就快快乐乐的生活 没有任何的危险 还是大小变化 那么再次